由九月到現在 我自己都覺得 零零成長了 還有開心了 我最大的變化 就是和太太以前的關係 我自己覺得 是一部黑白電視機 一路一路 現在我和太太說 我們就變了一部彩色電視 我太太的回應 她說不夠 她說要3D 最近我有一個突破 就是太太一向有關節炎 有些痛 我以前來講 你看醫生我給錢 或者她痛的時候 有時候她都很吻陣 我覺得我做完事 十幾個小時做完事 回到家去 這麼穩定 我又沒有怎樣應對 我自己回到房間 但是最近 有一個姊妹 就是幫我們一起討告 她在討告的內容 就激勵了我 她說她的手痛 她自己都很無奈 還有她有個心結 或者覺得不舒服 影響她的心情 然後她有時候 很自然反應出來 就敏陣 讓我聽到 就是 是的 我應該安慰她 我反而覺得 看到她這樣 我自己回到房間 我就覺得 有些內疚 有些不舒服 另外 那個姊妹 也都在討告裡面 激勵了 就是說 我呢 身為丈夫 我應該 好像一個守護者 去幫她的 大家都在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主 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速度 這樣走 大家都會 開心 和互相支持 那 我聽到 那個討告 真的有點內疚 這個姊妹的討告 入了我心 我就成為我激勵 我就希望 在這一方面 去和我太太相處 那 經過 就是 早一個月之前 我太太都說 你的弟兄說 你改變我 我不是好過 但是最近 她就跟我說 就是說 我都是有改變的 多謝各位 那我問你 你自己 可以 就是 你 你所做的 你覺得 你做得怎樣 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 就是 將那個過程 講出來 就 都是 就是 那個快樂 那個 或者激勵那個 那個 不足 OK 好 那你知覺這件事非常好 你覺得哪個做得好 做得好 都 都 不太害怕 一路講 開始就 頂少少 不太害怕 OK 這個很害怕 還有我感覺 弟兄姊妹那個回應給我 就是 我又看回這樣 好像是 跟我平時這樣 我那個頭望 我反而腦海 很白 但是如果大家這樣 又接觸 反而 那個前進沒有 沒有那麼遠 OK 非常好 眼睛的接觸會幫助你的 好 等等 還有的 先講 有幾個東西非常之好 你形容以前 就好像黑白電視 現在呢 就採聲電視 這個是一個點 是可以加強一點的 你想試一下再講一次 讓你停一停 我想講一講 這個過程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希望你不要介意 其實你一路講的時候 你每天都很順 都很順 都很順 但是呢 因為你少停頓 少停頓 就產生不到那種過效 你想試一次嗎 我試一次給你看 什麼事 OK 就是這樣 那就是怎樣 以前形容 我形容 以前和太太回來 好像 黑白電視 但是現在 我覺得 好像彩色電視那麼漂亮 因為以前好像 灰白 不是那麼對比 但是現在彩色電視 真的漂亮很多 是輝煌很多 但是太太說 將來還可以去到3D電視 更厲害的 立體的感覺 就是這個 你就將那個重點襯奪出來 以致人聽的時候 會很深刻 就不是這樣 以前就黑白電視 現在就彩色電視 將來就3D電視 就很平順 這個就是講到其中一件事 一定要停頓 還有將那些重點字 襯奪出來 你試一試講一講 這個就會停頓 還有那時候 很威心 因為太太讚你 所以你要很威心 看到關係改善的時候 你帶著你來講 我以前就覺得 那個關係 那個生活 是一部黑白電視 那我現在呢 就覺得是 彩色電視 有些事 那我看到 那我太太呢 又說 不夠啊 要3D 那這很大的改善 可以更多改善 不過你現在起碼知道 那你回家就要練習 還有 還有後面的 你就说到 那个朋友的祈祷 就令到你 很大的感触 鼓舞 一个提醒 当一个提醒的时候 我们都想让人看到 我心里面真的 感受到神提醒 我偷过他的祷告 让我看得到 我分裂了的人 我怎么可以做得更好呢 你试试将那个部分 试试能够 有些重点字 有停顿 又有声音 高低 还有有激的 有柔和的时间 来表现出这种的 祈祷如何触动你的心 有一次那位姐妹 就为我和太太一起 做一个吐告 在吐告那里 就说出我太太 为什么会吻泽 就是原来 就是说我太太 就是很无奈 还有呢 这里吻泽 你可以带一些感情 告诉我 很吻泽 很吻泽 我太太很吻泽 我太太很吻泽 他在祈祷 就说我太太太很稳泽 他太太太很稳泽 我太太很稳泽 我太太很稳泽 痛的时候 痛的时候 他真的很无奈 他真的很无奈 我太太疽泽 我太太疽泽 你继续 你继续 那他呢 他呢 有个心 又有点心结 又没有人帮助他 又有 又没有人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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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呢 就变成了呢 就是 就是 很无奈的时候 他 是 就是 他自己 都 感受 那个 痛苦 那个情形呢 他就 很吻泽 对着 他不关心我 他是 很痛苦 又不吻泽 又痛苦 又不吻泽 我 回到去 我做到这么累 我就见到他这样 我就无理他 我就进了房 那 在 在 他 是 他这么吻泽 但是我无理他 我自己就进了房 那 我就 自己进了房 他又吻泽 他又吻泽 我又无理他 你试试的 他又这么吻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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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吻泽 他又不吻泽 他又无理他 他又无理他 不要紧的 那这些是慢慢的 慢慢的 好了 然后呢 接着你怎么受感动呢 他提醒 他提醒 在祷告的时候 他就说 他需要 一个天使 好像守护者那样 和他一起去行 一起去医治 那我听到 就是自己都有一些内疚 和他一起这么久的夫妻来说 我有点内疚 我有点内疚 我有些内疚 我有点内疚 很重要的 你慢慢来 我聽到祂這個討告之後 我自己就要的氣心幹 要和祂的氣心幹 我就要和祂同步 我們同一個主 同一個方向 我就會和祂一起走這個醫治的道路 其實同一個方法是在廣道 為什麼廣道要這樣呢? 廣道不是兩個人聊天 廣道是讓人感受到的東西 是他未必感受到的 其實你現在開始留意我的動作和我的表情 你留意我在很少的地方 我就會很自然做出來 但這個在我學廣道的時候是沒有的 那時候我還記得 那個老師說的時候 我覺得很硬的 出來是很硬的 但當你慢慢感受到的時候 你的心就鬆了 鬆了 很自由 就好像聊天一樣 就好像表達 因為當人看得到那個動作的時候 他會更加感受到我們裏面想表達的東西 因為別人沒有經歷我的經歷 我想別人經歷的時候 所以這件事是我們可以練習的 也可以回家對著鏡子 或者找一些人 其實都會找一些人 找兩三個弟兄姊妹 一兩個 你就試試跟他解釋一些東西 解釋的時候 帶一些感情出來 帶一些感情出來的時候 你就越做越輕省 但這個是表面 最重要是裡面有這種的生命 這個生命的時候 你就能夠說出來 即是不只是好像做戲一樣 而是真的發自內心的 你就很自由地去發揮 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成為滿有能力的講員 將來你講信息的時候 很多人聽的時候 是會很被吸引 被神的話語吸引 其實在這個時代 很多人都有機會去講信息 因為很多人說 我又不是牧師 因為在這個時代 很多人有做小組 就算個人報道 或者去醫院報道 去宣教 監獄報道 都是個個人可以做得到的 都是有很多機會的 這些機會是給大家去發揮的 所以基督徒可以在這方面 更多去發揮 希望大家有信心 好嗎? 有信心 你有沒有留意 有信心 我講的時候 有信心 聽到的感覺 好像在裡面發出來的 有信心 有 我將聲音在裡面 你留意 有 我不是 有信心 有信心 在裡面發出來 有信心 也要靠耶穌 凡事都有能做 我 凡事 我要在裡頭的聲音 凡事 那不 不是凡事 是凡事 就是 我想表達裡面那種的 在裡頭 我凡事都有能做 可以的 阿里 雷 感謝耶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